iMac 2.2 的全新设计 想升级或是入手新一代的iMac 所以邦尼会以过往iMac的使用经验 带大家看实际体验 并且也提一下入手时需要注意的细节 这次推出了iMac 2021 受益于搭载M1 晶片 邦尼认为会比较适合文书 家庭使用 或是轻中度影像剪辑的使用者 如果是专业用户 邦尼会建议还可以再等一下 为什么呢 稍后我们也会带来比较完整的实测 当然包含基本的AirPlay AirDrop 或是跟AirPods 系列耳机间的紧密连结 iMac 跟苹果生态链紧密的连结 邦尼也不用再多说 唯一需要提醒的是 如果你是学生 近期透过教育优惠入手iMac 就可以获得一个AirPods 基本版 当然你也可以补差价 加购换成无线充电版 或是AirPods Pro 已经有的朋友也可以大器的选择 不用了 谢谢 不是 我是说 还是可以回个血啦 这次帮你选择的是iMac 2021 24寸8核心GPU 蓝色的版本 7核心或是8核心GPU的差异 其实很简单 在这个版本中 当然你会多一个GPU 至少使用差异比较小 主要还是在高负载使用中 才会比较明显 以及多了两个USB-C接孔 有实体网路线的变压器 有Touch ID的键盘 更多的机身颜色选择 以及苹果没有标出来的8核心GPU版本 其实多了一颗风扇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iMac的外观 大家应该也都看过很多了 邦尼就用一句来说 真的是一面艺术 一面惊艳 一面有点妥协 全新的iMac背面 虽然设计见仁见智 但以居家简约的设计来说 邦尼自己觉得真的非常好看 深蓝偏绿的机身色调 在橙色上也比较不生硬 正面的话为什么说有些妥协呢 苹果选择了浅色的正面 其实也很容易融入家庭 大家最在意的还是周围的边框 跟蛮明显的下巴 下巴可以理解为了要达成超薄的侧边 或是降低温度对显示器的影响 所以将主要的硬体都堆叠在下巴的区域 不过边框的话 以2021年显示器的技术跟标准来看 这宽度跟占比 应该也还有可以更极致的空间 的确是有些小可惜 但下巴可以拿来贴便条纸的设计 的确很有人性的温度 不过这次苹果只先推出了24寸的版本 未来更大尺寸的iMac 在外观上也还是期待的 顺带一提 关于尺寸的选择 24寸对日常文书来说 其实没有问题 当然这也跟你桌面空间有所关系 但如果过往使用的是更大尺寸的版本 或是习惯开比较多视窗 多工为主的使用者 以邦尼个人来说24寸还是会略小 如果原本就是用比较大尺寸萤幕的使用者 邦尼建议可以再等一下 大家要注意的是 iMac的高度是不可调的 如果你是长时间的文字工作者 需要特别注意一下桌面 身高跟椅子的高度 此外 这次电源线材采用磁吸设计 吸力很足 拖着整台iMac移动也没问题 配件上依照惯例 邦尼选择干干净净的美食键盘 还是只有四个字 很舒服 这次在键盘上 加入了一个Touch ID指纹便是 速度表现跟稳定度都不错 按下后也可以快速锁定萤幕 不过键盘整体手感还是比较软 并没有太大惊喜 滑鼠部分 因为算是缘分性的产品 邦尼自己不是很习惯手感 所以会搭配自己惯用的滑鼠 架构换成了触控板 采用的也要是模拟回馈的设计 并不是真的按下去 整面的任何位置都可以点按 也可以在设定中依照需求 调整力道跟回馈 苹果的触控板有多好用 应该不用帮你多说 整套周边也都会随着你的机器颜色选择 变成一整套的配色 非常好看贴心 不过所有周边 都是采用Lightning接孔充电的设计 所以苹果也随附了一条 同一色系编织Lightning充电线 蛮好看的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真的拿来用呢 当然 你所有的蓝牙设备 也可以在设定中查看到剩余电量 接孔部分 因为厚度根本放不下3.5mm接孔 所以放在了侧边 其他四个接孔都在背面 其中两个支援Thunderbolt 在接孔上 邦尼觉得还是比较可惜 外接装置 例如创作者必备的记忆卡 就还是需要透过转接器来读取 对了 邦尼想调查一下所有iMac的使用者 大家会很优雅地盲插背面的线材 还是会把整台机器转一半过来 插好再转回去呢 解释邦尼就直接进入今天的测试环节 这次邦尼手上的iMac 24 寸 搭载的是大家熟悉的M1 晶片 搭配上客制化的16GB RAM 版本 以及512GB 储存空间 作为一台家用电脑 邦尼自己会建议大家 可以在容量上选择充足一些 而在RAM 大小的选择上 邦尼还是提醒大家 先前在MacBook Pro M1 的评测 我们就有提到 换装M1 的MacBook Pro 因为更积极的Swap 占用策略 可能会造成搭载M1 的机器 在长时间使用下 硬碟损耗速度更快 简单来说 就是当你的记忆体空间不足 或是被吃满时 系统会利用部分储存空间 而过程中 硬碟就会产生大量的写入 以回报的案例来看 若是使用Photoshop Lightroom 等影像软体 一天就可能产生上百GB 甚至一TB 的写入量 也提醒在意的朋友稍微留意一下 不过苹果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资源使用策略 应该有考虑过相关的解决方案 毕竟储存空间是焊上去的东西 接着我们进入性能测试环节 其实上一集MacBook Pro 评测中 大家应该就能知道 这是一款适合文书跟轻中度影像剪辑的处理器 在更高的性能需求 M1 还是跟桌面级处理器有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这次邦尼还是先来测影音剪辑的部分 并且提供一些我们手边的机器测出来的实战表现 顺带一提 近期Adobe Premiere Pro 也正式推出了M1 原生版本的正式版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差异 这次的测试一样有两个项目 分别是更符合一般使用需求的一般剪辑 以及重度专业需求的重度剪辑两个项目进行测试 首先是一般剪辑需求的测试 采用总长10分钟4K影片 并且经过简单调色及混音 最后选择Premiere Pro 预设的YouTube 4K 进行输出 在一般剪辑需求的测试中 搭载M1 的 iMac 输出时间是12分47秒 而Intel 版本则是13分17秒 可以看到原生版本的Premiere Pro 跟Intel 版本 其实还是没有拉开明显差距 但反过来说 苹果的 Rosetta 表现真的不错 不过也可以看到 iMac 2021 跟先前测过的 MacBook Pro 相比 在输出表现上 这几个月来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在同样的测试条件中 搭载i7-1165G7 的笔电 拿下了15分16秒 可以看到大多也是采用在轻薄笔电的 1165G7 收益于 Iris Xe 的 GPU 效能 也慢慢追上来了 不过 M1 若是跟性能笔电阵营相比 还是有一段差距 同时也可以看到 i7-11370H 搭配上独显 RTX 3070 在输出上的提升还是明显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邦尼目前还没测到新一代 Ryzen 以及 Intel 不小心挤出一段牙膏的 11 代 H45 再说一次 不同机型对比 只是为了提供参考 M1 跟其他定位产品表现 在定位跟价位一代以上都有差别 仅提供参考 接着我们实测重度剪辑需求 实测会是以邦尼这类高效能需求使用者情境作为出发 在邦尼的影片中 我们使用 Premiere Pro 并且大量采用 Dynamic Link 完成 AE Photoshop 以及 Adobe 全家桶的影像制作 除了有不少动画素材 在调色混音及多轨剪辑需求上 也会来得复杂一些 这次测试的是总长15分左右的全 4K 素材 并且包含少部分 AE 动画 在重度负载测试中 iMac 原生版 花费了一小时又四分钟完成输出 Rosetta 则是一小时又七分钟 差距在 Adobe 一流的最佳化中还是没有明显拉大 跟 MacBook Pro 相比也非常接近 而 i7-1165G7 则是花费了一小时 16 分 i7-11370H 加 3070 则是达到 19 分 30 秒 提升还是比较有感 不过还是不同集聚的比较 邦尼满期待未来 M1X 或是 M2 都好 苹果在 GPU 上强化的版本 以上数据提供给大家参考 而在温度测试中 环境维持在 25 度左右 iMac 毕竟是放在桌上的 邦尼有发现整体温度限制 没有 MacBook Pro 来得激进 在温度上会比较高一些 毕竟 MacBook Pro 日常使用 几乎可以说是顶多保持维温 邦尼实测 iMac 在 3DMark Wildlife Extreme 20 轮压力测试中 最高温达到正面 38.7 度左右 背面 41.7 度 以桌上型电脑来说也不算烫 但相较起 MacBook Pro iMac 温度会高一些 顺带一提 先前邦尼有测 iPad Pro 上的 M1 第二轮开始就会逐步降低效能 达到温度控制 稳定度落在 61.6% 而有了风扇加持的 iMac 则是没有悬念的 可以全程跑满 而在连续 30 分的影音输出下 温度达到正面 36.2 度 背面 40.6 度 还是不算烫 iMac 风扇一样很安静 即使在重度输出下 也是维持在 41 分贝左右 接着看到显示及音效 这代的 iMac 还是对得起大家熟悉的 买萤幕送电脑称号 以最便宜 39,900 就能买到这块萤幕来说 CP 值还是不错 不过当然 随着规格往上 就会有所稀释 iMac 2021 搭载的是 24 寸 4480 x 2520 的 4.5 寸 Retina 显示器 亮度表现也不错 经过邦尼实测 最高亮度落在 450 到 460 尼特左右 色域覆盖 100% 的 sRGB 85% 的 Adobe RGB 以及 96% 的 DCI-P3 相较起 MacBook Pro 在 Adobe RGB 以及 P3 是略渐一些 同样也可以串流 HDR 影像 并且支援 Netflix 的 Dolby Vision 显示表现还是非常不错 如果是家用使用者 很够用没问题 文字显示也是一贯的非常细腻 不过若是追求显示效果的专业用户 邦尼还是建议可以再等一下 对了 萤幕上正面的这颗 1080p 视讯镜头表现不错 开端之下画质其实差异不大 但在低光下的效果 至少是看得到人 而在内建的外放喇叭上 iMac 采用了六扬声器系统 并且在低音喇叭上 有抑制震动的设计 简单来说 以内建喇叭的标准来看 iMac 全新喇叭表现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家用完全没问题 最大音量大约落在87分贝左右 实际声音表现有感提升 以下邦尼也提供一段实测 提供所有跑分测试供带着参考 整体来说 邦尼对iMac 的印象 还是跟当时MacBook Pro M1 一样 就是安静 重点是邦尼非常肯定 苹果在这代更偏向家庭定位的iMac 上 在基础体验迎来了非常有感的升级 包含萤幕 喇叭 视讯镜头 指纹解锁等等 这些面相更像是一台桌上型电脑的基础体验 好的萤幕 声音 不论是影音娱乐 文字工作 或是一般家庭使用 都会更加舒服 最后还是必须提醒一下想入手的朋友 虽然苹果已经尽可能 透过Roseta 2 让大部分主流软体都能相容M1 但过了几个月的今天 还是有许多应用程式不相容 或是一些专业软体 没办法使用第三方模组的问题 许多好用的小软体 会有闪退或是打不开的状况 邦尼还是会建议 如果你已经是MacOS的使用者 在入手前务必查询一下 你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式 是否都能使用 或是有其他替代方案 但还是肯定苹果在相容性上非常努力 不论是原生 或是Intel版本的应用程式 在转异后的开启速度也还算不错 尤其是原生的Photoshop Affinity Photo 开启速度都很快 不过这一小段的阵痛期 目前看来的确还需要些时间 跟之前提到的一样 如果是影像创作使用 建议是低中度需求的朋友入手 重度用户可以再等一下更强悍的处理器版本 当然邦尼还是建议 影音剪辑使用的朋友 先决定使用的软体阵营 如果你决定入坑Final Cut 那M1很香没问题 但如果是Adobe 或是其他阵营的朋友 同价位的效能笔电 或是桌机对上M1 还是不同极具的产品 两者效能差异较大 原始需求也不同 的确就会跟M1拉开比较大的差距 还是那句话 M1很香 但你要先弄清楚需求 了解你想使用的软体需要什么效能 才能知道M1香在哪里 好啦本期节目先到这里 还有任何问题或是邦尼没测到的 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 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 并且打开小铃铛 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你也可以在Facebook 邦尼AI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Line At 找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